那些你不知道的山西冷知识 山西人一年喝三亿顿醋 一个人平均每年喝十斤 醋的酸度是其他地方的两倍 山西人说外地醋像水一样是有依据的 山西人是真的会吃毒 把面团倒入无污染的黄土里一起炒熟 据说吃了还可以养味 还被纳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人结婚放一个月假 外省基本上都是三天 青森宁保全国 你们羡慕了吗 写出流浪地球的刘慈欣是山西洋权人 拼一己之力让中国科幻活到国外 偷偷告诉你 她是在洋权娘子关发电厂上班的时候 写的三题 山西盛产美女 四大美女里面占了俩 大同被誉为皇后之乡 出过二十五位皇后和九位皇妃 快爱得住你身边的大同小姐姐 山西有一千多种面食 每天吃一种都得吃三年 还获得了面食之多的称号 大家都来说说你爱吃什么院 在北方 人均便利店数量最多的城市 是山西太原 走个十米都能遇到两家 真正实现了便利到家 灵魂的公厕世界都有名 不同的公厕还分星级 获得中国公厕第一品牌的称号 据说还在迪拜拿过奖 有上过的没 快来说说 山西对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很大 五国十一座航天发射塔架 有十座 是山西制造的 观众我带你看更多的山西冷知识